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的抚恤的方式反而要透过工作人员这些员工的捐款 实在是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不过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 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其实也提出了有关劳动的政策 是有关于怎么去解决公司或者是公部门派遣能力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公部门办公室见到的注点助理处理行政或是专案工作 属于企业劳务承揽 依照采购招标合约内容做人力运用 监督管理权是在得标企业手上 由于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喊出公部门派遣人员两年内归零 劳团担心只是将派遣变为劳务承揽 依既是非典型劳动者 离直接雇佣关系更远 不要那么虚伪的说是要归零 要直接雇佣 可是实际上是把另一批人从派遣变成了劳务承揽 那那些人的工作条件没有改变 那他的不安定性比以前更糟 只有这样子 再问一次 为什么直接雇佣有那么难吗 劳动派遣产业工会更指出 如果政府将派遣工改为自然人承揽 而不是企业劳务承揽 员工就必须自负劳健保 没有加班费和特休 工作更没有保障 不过行政院澄清 目前行政院旗下部分的劳务承揽 属于企业劳务承揽 并没有自然人承揽状状况 未来会将派遣工转为自雇员工 但部分业务确实需要以承揽方式外包 这个政府机关有一些业务 它恐怕要必用承揽来进行 例如清洁或是电脑维修或是驾驶 但是即便是用承揽的方式 政府机关都有义务必须要减合这些企业 它是否符合劳起法 劳团呼吁希望两年内盘点全国工部门非典型雇佣人数 立即采取直接雇佣关系 并且修订政府采购法将不良厂商淘汰 行政院有回应劳动部会定期减合外包厂商 尽力保护劳工权益 记者韩英吴家宝 陈保罗台北报导 在这次的报导当中我们看到 赖魁似乎想要去解决派遣人力的问题 可是这个方法引起了劳团的一些争议 或是一些不满 就是如果你把派遣停掉了 可是全部变成是自雇或者是承揽的方式 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因为当你开始用所谓的承揽 它就会出现像圆明台一样的状况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办 工部门不能够去用这种短期的利益 可是我们要提醒工部门 在相关的法规当中 它就是一种短期或者是一种任务型的编注 你不应该把这些长期的雇用 甚至包括清洁人员这些长期的雇用 都当作是一种所谓的承揽的 或者是派遣的方式去处理 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这种劳动上面的伤害 另外一则新闻是跟我们长期关注的 亚太创业技术学院的办理停办 这件事情是有关的 亚太创业技术学院大门没有警卫 进出根本毫无管制 校内也完全看不到有学生活动 而包括陶艺专业教室在内的多栋教学大楼 已经完全没有电力 学校老师认为 校方不安排校警进行断电的举动 是想逼走学生 那我们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教育部 就是配合着学校打假球 明明没有核定停办 明明只是停招而已 却做出停办的所有的动作 来恶意清光失声 这个是我们也很想问教育部的部分 黄老师表示 目前人不愿意转学的学生有82位 教育部日前要求亚太停招 亚太董事会自行宣布在7月底停办 但停办计划其实都没有送到教育部审核 而校方解释 没有刻意断水断电 校方表示 虽然尊重学生原校毕业的选择 不过因为学校目前经费失资和设备都不足 转学对学生是最好的选择 而教育部则强调 亚太并非停办 仍需提出下学年教学计划 因为这个学校就真的没钱了 他当然要想办法截留 那现在就说我们要求学校要把下学年度 学生 留下来的学生 他的课程 要怎么样做安排 我们现在再请学校提 他整个的一个计划过来 杨玉慧表示 如果亚太最后因为经费问题提不出计划 教育部也会补助兼任老师的终点费和交通费 绝对不会让留下来的学生权益受损 记者邱志伯彭安群苗栗报道 事实上教育部是要求 这个亚太创意技术学院是停招 但是学校是要去停办 并且断水断电 高教工会跟亚太的老师 也召开了记者会谴责 这一种做法是不当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学生 他们其实都希望能够原校毕业 可是当你开始断水断电的时候 是不是要表示 你根本就不去在意这样的学生的 这种所谓受教的权利 而在记者会当中 高教工会也提出说 你不能够只是在新的校医部长商量 不是只有去关心台大的校长的任命案 而要去真正的去了解到 整个台湾所谓的大学官场 退场等等的问题 那我们要呼吁亚太的案子 真的要好好处理 不是任凭校方 任凭资方 他自意的去决定 那既然教育部已经承诺说 要让这个学生能够原校毕业的话 那么怎么样去让这些学生保有最基本的权益是 你不可以忽视的责任 另外一则新闻是有关于 王光路的这个猎人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导 雅表义 法科科部农主任 王光路6千案 新生逝権 够要挖一年 不然也是不结果 在是很多 原住民新闻团队 来到司法医生 基本记者会 要求大法官会议 调查行判案 事本论定 我希望在这里 这个案件失效 不要再有一个 下一个的 下一个的王光路 长期以来 我们的族人 都透过不断的以身试法 然后又借由自己这样的一个 可能以刑法的方式 或是行政法的方式 变成了一个个案 走到了法院 然后运气好的 遇到好的法官 可能会犯案无罪 或者轻判 运气不好的 就被抓去关 王光路是在旅行 一三年八月 因为九十四月妈妈 想要吃三点压米 拿来清泡 压生保有动物 向它沉泡大腰 都还要管制料理 判案三年六个月 病毒发金七万块 判案如护照经营会 向罪告检查室 行刑非常上所汇准 检查中党 向罪告法院 拿来非常上所辣 减便进行 新闻团队 经在八月以后 我们主兵做例这天 向罪法院提高 适限補充理由总 希望透过大法官 跟王子民六年对位 向国家争定 王子民族团统统统统 我们会把这个 事件申请请求 延迟辩论书 然后转交大法官 那个审桌 新闻团队共条 行刑新修条文 第十条第十一项 到第十二项 明定中华民国 困定王子民族的 都完文化 并可以自己提供 因此希望 新闻会议可以开庭 让罗路做人 可以有睡眠机会 记者组合部队 王公路的这个猎人案 其实提出申请事件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可是似乎没有什么 太大的进度 所以原民团体 也召开记者会 希望能够跟 这个大法官 跟法官来进行这个对话 这个问题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一个议题 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一种 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 甚至包括跟生态保育 之间似乎存在的 某种冲突 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曾经访问过 这个关大为老师 他也提出说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冲突 因为在原住民族的 传统文化当中 本来就会去考虑到 这种所谓的生态保育 也就是当他们 在去进行狩猎的同时 其实是把整个生态的问题 都考量在里头 所以这其实涉及到了 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文化经验的一些冲突 所以我想大法官 法官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可能必须要多参佐 或是多了解一些 原住民族传统文化 怎么样在狩猎跟保育之间 找到某种的平衡或是共存 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好 那在这个礼拜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 不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国家住宅 及都市更新街牌 那包括这个蔡英文总统 包括内政部长徐国勇 也到了现场 这个未来是跟台湾 整个都市更新规划 会非常有关的一个机构 怎么样去落实这个住宅正义 居住正义的一个机构 可是其实在这个会场外 包括像大官制就会 包括很多的这些团体 其实被反驳团体 其实在外面抗议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 让人家震惊跟荒谬的画面 就是这些警察呢 把这些抗议团体邀请到一个意见表达区 可是这意见表达区 居然是用人墙 用警察人墙 把这些人完全的围起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表达意见 甚至也有人要去上厕所 也遭到了这个阻拦 这让人家觉得说 台湾还是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民主国家 为什么连基本的这一种 所谓的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 或者是保障集会游行的这个自由 都没有把这些圈在像是狗龙 像是猪龙的地方 这绝对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希望我们的政府 真的好好的正视这个问题 特别你是民党政府 是打着民主进步的这个招牌 而取得执政的权利 连这些基本的陈情抗议的权利 都不给 不给予大家一些基本的保障 这样的政府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 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管件新闻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